加拿大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為香港擴大移民配額 家和希望以公眾教育 協助有志移居的港人去尋找新生活 大家好,歡迎來到家和 我是家和總幹事王喜迎博士Anna 家和有新推出的這一系短片 是專為有意宜居家國的港人 可以提早一點 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和社交禮儀 這短片本身是 專為一個好鄰居 在社區裏面的社交禮儀 很多人都會住居居居 飲餐居居家園 和側旁 很多人都是用干衣機 對於加拿大長妩 很少特別找亡居 如果你把な護 Libس變成萬 был 或是宽居居居變成萬 был inherited 其量居居居居居居居所使用 archive 其實你能病院成長妄 如果你住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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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talgia 除了窗帘的颜色和其他整幢大厦一致之外 也不能放这些东西在桌面上 也会影响大厦的外观 亦是等于破坏了公寓的颜色 另外,如果你住在家 你需要好好地打理前院和后院 你的草地质素也是市府会管的东西 例如,如果你太多杂草 或者你那里已经干了草 全部变成烂泥 或者你冬天有很多雪 但是你不剷雪 你要行人路不剷雪 然后有人去派信跌倒 又或者你的邻居在你家附近 经过放狗,他跌倒 这一个法律的责任,你也是要负回的 如果以后,以上面说到 例如你的浪做得不好 你太多草地,或者你的草地已经坏了 如果你的邻居和你的市府投诉了 你什么都不做 市府是可以来处理你的事 然后将有关的费用 放到你物业的税单 另外,如果你在家附近 你要放狗之类 你的宠物留下的东西 你要立刻收拾起 第一,千万不要当它是草地的肥田田田 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每天都这样做 每天都这样做 很快就会失去草地 这是主人的责任 另外,加拿大是很冷的地方 很多冬天会在冬天出现 所以,如果你住屋或住屋 都好 你千万不要想着 省某一处的电 将屋的暖气变成零 是不可以的 至少有十多度 因为冬天很冷的时候 是会冬天的水分 而它变成冰之后 会站爆一条喉 那你就会变成爆喉 那你就会整个屋都是水 或者整个区都因为你 就要生了水 这个是洞 另外,另外,附近也是喉有关的 亦都是因为冬的关系 如果你的长期食物残渣 厨余有油的份量 你倒进厨房的附近 也会卡住喉 塞了,也会爆 除了爆之外 就有kitchen backup 意思就是 你倒进去的东西 始终会有人浮出来见你 如果你在屋里面 你自己处理它 浮出来 现在你住大厦 个个都这样做 也都会由下面谷到上面 层层楼都可能会受害 所以是要一起做乖 不只是想着别人做乖 另外,扔垃圾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扔垃圾方法 其实加拿大没有那么多颜色 我们最普遍的就是 普通垃圾是没有颜色 没有coding的 你就用垃圾桶或者垃圾袋 另外,就有蓝桶 蓝桶的意思是可回收的物资 包括玻璃、金属、铝罐、纸 有些区份可以回收胶 又或者发泡胶 要看你住在哪裏 又或者在办公室回收 那份办公室是用什么 另一种颜色是绿桶 即是有机桶 无论是你寵物的毛发 或者它留下的东西 或者是人吸完层的毛发 或者是你的厨余 都可以放在绿桶上 刚才说过 不要将厨余 放在厨余的厨房里 又或者有油 煎完或炸完的油 千万不要倒下去 其实你可以倒在绿桶上 只不过是用膠袋 或者一个瓶装起 倒进去 放入冰箱 冰箱 冰箱 然后整个冰箱 整个冰箱 就不会滴到到处 在加拿大和香港 如果你住屋 每一个星期才来收一次垃圾 亦是每个星期才来收一次清洗 根据你自己的区 是逢星期几会做这件事 你可能够晚夜 拿到你的厨余 或者你一早起床 还没上班之前 就放到你的厨余 即是你的车路前面最前最近 垃圾车经过 就会帮你收集垃圾 然后将你的肩 空了 或者刺了的桶 就放下 你下班的时候 就收到桶回家 这样就可以了 但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这样做 即是你要扔大件的傢俱 例如床浴、梳化、电器 你应该自己拿去当地 一个垃圾收集的厨余 在那里扔的 不会可以来 在区道收垃圾的车 帮你拿大件的物品 是不可以的 另外有些人是住屋 最喜欢自己在背後 可能有个BBQ 夏天可以请朋友离开派对 BBQ 很多时候用Propane Tank Gas Propane 其实也是二型气体的一种 因为你有一个这样的气体瓶 在家里面 其实你是要检查 而且千万不要想着BBQ 喝大两杯 回去吃水果 我看电视 你忘记了关键 很快便会在家中放烟化 就不好 如果你真的在家里有这些气体瓶 你需要定期检查 用完之后检查 用之前检查 每年都要检查 才可以令到你家人都很安全 如果你也是 如果你喜欢在BBQ 玩的话 有些人也会在背後面玩 有些人喜欢在背後面放东西 例如可能 有些要做Gardening Tools 希望放一个像一个小屋 的地方在背後面放东西 即是一个Shed 或者一个Shack 这个绝对不能住人 亦不能住动物 纯粹是放东西 可能香港人很实际 喜欢放到角头 都黏到最迷 我就最省位了 其实这个是犯法的 如果你是真的要放一个小屋 或者一个储物箱的话 是需要留下 at least 1米 在它附近 因为这是防火条例 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火警 施防员是需要 那1米的空间 给它maneuver 它的喉管和器材 去帮助救火 所以就算你真的 埋起了一间很贵的 后院的一个工具屋 如果你不移动它 鄰居可以投税到市政府 市政府要勒令你拆 如果你不敢做 市政府是有权进来 帮你做了它 然后将相关费用 放到你的税单那里 另外如果你有小朋友 喜欢在车路上玩 或者在社区上玩 或者在前院上玩 特别是加拿大 Hockey很盛行 Hockey其实是很固定的 如果你很大的力量 是会打穿别人的玻璃 所以有小朋友玩 就小心提醒他们 做所有事情的时候 尽量不要 打破别人的土地 无论是别人很 职心地种的花 或者是车玻璃 或者是家里的玻璃窗 最后在加拿大 作为一个好的市民 他们很流行 Give back 那怎样是Give back 可以有些人 Give back efforts and time 帮慈善组织做义工 亦有一个很盛行 就是Year End Giving 就是每年的圣诞节 即12月 会有很多籌款活动 大部分的西人都喜欢 每年存起一笔钱 专在那个时候做捐献 年底做完捐献 你就会有一个退税收据 然后你一月或者三月 你报税的时候 拿着这个退税收据 都可以帮你減免你部分的税项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由香港 去展示我们好的香港人的DNA 在一个新的地方 变成一个高质素的移民的资讯 希望帮到大家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